大家好,我是Cindy 今天又是一集吐槽公關品 Yup! 就是大家最喜歡收視最長青 點閱率最高的一個系列 沒有錯 我今天又累積了很多的公關品 就是這一代 那我知道最近就是 因為蠻多人在做公關品系列的 而且就是開架公關品 所以我想說那我不要限定在開架這個範圍好了 這樣感覺東西會比較不一樣 因為我看大家收到的公關品其實都大同小應 所以等一下如果遇到不好用的東西 我還是會大力的吐槽 那如果說它很好用的話我就會手下留情 順便跟大家聊聊 就是我最近看了那個漫威的驚奇隊長的心得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就去看去吧 我這堆東西其實放了很久 所以我也不知道裡面現在到底有什麼 我要先把他們全部都倒出來 我跟你們說我每次錄 GET READY WITH ME的時候 我的膚況都是照到一個不行 看我這邊有長這些有點美的 What's wrong What's wrong 第一個呢我要來用的是粉底液 這個是LOREAL的 Infallible 24Hour Fresh Wear 好這個中文品名是 24小時無瑕完美粉底液 這個產品呢其實我已經用過一次了 就是之前我去蝦皮直播的時候 有用過這款粉底液 但是因為那個時候我是在他們那邊化妝 然後我覺得我用有一點乾 那我現在是就是你知道做足了我的妝前保養 應該是吧 就是有做妝前保養的狀況下 我不知道會不會比上一次在蝦皮上好一點 所以我現在就來試試看 那我是混兩個色號用 一個是15 Porcelain 一個是1.2 Vanilla 然後你們現在是不是有聽到高速果汁機的聲音 那這款粉底液呢它算是 嗯...有動性比較高的質地 但是又有點稠稠的 我現在就混合兩個色號在我的手上 然後我就把它上在我的臉上 我覺得這次上在臉上好像有比我 在蝦皮那次用好用很多 所以那一次可能真的是 我的妝前保養沒有做得非常好 那間接說明了一件事情 就是它是一個需要做好妝前保養的粉底液 因為我算是偏乾啦 所以如果說你是有性肌的話 沒筆不用 但是因為我是偏乾 所以我覺得用這款粉底液 你可能要注意一下你的妝前保養 不過我現在看就是它 嗯...妝感是還蠻美的 不知道你們怎麼看 我現在就是薄薄的上完了半臉 然後給你們看一下 就是我已經上了 薄薄一層的半臉 然後這個是還沒上 這是什麼東西 這是什麼東西 小紅豆 對 所以它其實 它均勻膚色的效果是還蠻好的 當然如果你一個粉底液沒辦法均勻膚色 我真的不知道這個粉底液是拿來幹嘛的 只是呢我覺得有一點有人會沒辦法接受 就是它的香味是蠻明顯的 就是我聞 覺得它的香味是算偏重 偏重 我有時候覺得搞不懂為什麼開架的彩妝品 就是硬要加一個香味進去 就是因為加香味對它們來講也沒有 沒有效用的一個人啊 沒有效用的一個人 沒有效用的一件事情啊 就是它還要多加一個fragrance進去 就是那個成分表 後面會多一個fragrance 但是除此之外完全 我覺得對它們而言是沒有幫助的啊 我覺得有點搞不懂 而且你還要去猜測說 這個香味消費者到底會不會喜歡 喔對 by the way 這個北妝蛋是benefit的 然後我有上 前幾天吧去看了驚奇隊長2 老實說我是蠻失望的 因為我覺得驚奇隊長 欸沒有驚奇隊長2欸 是驚奇隊長 它沒有2 I'm sorry 如果看了驚奇隊長 我覺得 就是蠻失望的 我覺得後期 Marvel的電影就是很注重在 政治正確上面 然後呢 這個時候出了一個 呃 第一個女性獨立的英雄電影 所以這時候我覺得政治正確 非常嚴重的 Marvel應該會把它做得更好 可是 它在我的心中大概是60分的那種及格做 就是在整個漫威宇宙裡面大概就是60分而已 我們現在把底妝上完了 它其實遮瑕度算還不錯啦 只是因為我這個紅豆啊 真的太明顯了 就是 我等一下可能還是要用遮瑕膏另外去遮 所以 嗯 整體的妝感呢我是還蠻喜歡的 比我上次第一次用藥來得好得多 因為我這次妝前包容做得蠻好的 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樣是 嗯 偏乾性肌的話 你用這款粉底一定要注意 要把妝前包容做好 不然就會有點慘慘的 眼下遮瑕我要來用就是 一樣也是L'Oreal他們家的 這個 True Match 遮瑕膏 我相信大家應該也很常看到 這一個商品 那我們就先用一個自然色做一個簡單的角色 因為它自然色還是帶一點偏橘啦 那我就直接用它這個刷頭 然後上在我的眼圈 喔我眼圈那個好嚴重 喔 OK 它的質地很 喔不行不行不行 我現在有點刺痛感 我現在眼下有點刺痛感 What's wrong What's wrong 它剛剛上上去的那一瞬間 我的眼下真的是突然有一種刺痛感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它裡面可能還有酒精 嗯 我覺得它質地非常的保濕 就是我一上上去就可以感覺到 就是我這樣一化開的時候 就可以感覺到它的質地是非常非常濕潤的 但那個刺痛感真的嚇到我了 我真的想說現在我是要趕快把它卸掉嗎 但是它大概持續十秒鐘之後就沒有了 我想說好吧那就把它拍開 然後 嗯 這個顏色呢 其實是沒有提亮的效果 但是也沒有膠色的效果 我覺得可能是因為它的質地太水潤了 所以它的遮瑕度沒有到非常非常的好 我們再來試試看這個另外一個色號是Ivory 對雖然剛剛那個刺痛感 但是我還是想要試試看不同的顏色 我覺得它有酒精 它一拿出來就有一個酒精的味道 我覺得如果你是化學小博士的話 麻煩看一下幫我看一下這個成分到底有沒有酒精 我絕對是有的 好這就上一點點好不好 好這個是一個單純的米白色 好這個刺痛感真的是 Burning Burning in my eyes 好總結一下這款產品的感想是 如果你對酒精過敏 或是你肌膚真的非常的敏感 我覺得千萬不要用 因為我剛剛一上上去就有一種 它火在燒 燒著會有的 的感覺就是它真的 有點刺痛到我的眼下了 如果你皮膚很有見的話 或許可以試試看 因為它是一款質地真的非常保濕 又水潤的遮瑕膏 因為我眼下就是完全沒有卡拉粉什麼的 對 但是遮瑕度偏低啊 因為你可以發現到我這個黑眼圈 完全沒有被遮掉 它還是在遮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可能適合你皮膚 就是原本就很好 然後又很強壯的人使用 就不是我這種 黑眼圈很重 然後又敏感肌的人可以用的 那我接下來要來遮就是 這個小紅豆的部分 泳之柱 好不好泳之柱 這裡有三個泳之柱 然後我要用的是 FITME他們家新出的色號 這個是07 Vanilla 就是一個非常 非常淺的黃色欸 我蠻意外的 因為以往就是 是FITME他們家的顏色都出得很粉 就是包括粉底液 他們家那時候出這個 比較偏黃的色號 其實我是蠻shock的啦 而且這個黃到它 我覺得它可以就是 它可以遮我的紫色欸 那我剛剛說到那個 這個漫威 驚奇隊長的部分 那我失望的地方呢 其實也不只有說 我覺得它在這個 嗯 女性獨立電影的描寫上面 沒有讓我很驚訝 另外一個是它的故事大綱 真的太公式化了 就是公式化到我知道 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情 但我覺得漫威的電影 就是一直都有這個問題存在 其實驚奇隊長真的太公式化了 如果你常看漫威的電影 就會知道說它的公式化就是 一個人本來是個正常人 然後它可能遇到了一些 呃 化學的小東西 或者是說遇到了一些 遭逢巨變 然後它就會成為一個 Superheroes 不管是物理上還是身體上 然後呢它變成 這個 Superheroes之後呢 它一定會就是 遇到一些 struggle 就是一些困難 然後讓它的 功能沒辦法發揮到最大化 再來呢 它就一定會遇到一個 轉折的事件 讓它的潛能完全的被激發 然後成為一個 完整體 對 就是 這是大概漫威的電影公式 這個公式其實你可以套到 漫威的每一個電影上面 沒有 沒有問題 那它套到這個上面 就會讓我覺得說 它的細節描寫也太少了吧 就我知道你的大綱是這樣沒錯 可是你大綱裡面 不是應該要再加一些 別的東西嗎 好 我現在就是 稍微遮完 嗯 我覺得這個黑眼圈 我還是不滿意 所以如果你想要知道 到底怎麼遮黑眼圈的話 可以看這邊就是有一些 遮黑眼圈的教學影片之類的 但是我今天就是我只能這樣了 因為這幾面產品 我只能陪你到這裡 想太多 是我還是你 好接下來我們進行定妝的部分 定妝的話 大家應該也是看到膩了吧 這個 MAYBELLINE的空氣絲柔蜜粉 這個是05透明的 然後 我自己也是還沒有用過 但是大家就是瘋狂的 BLACK這一盤 就說它上上去真的會柔霧啊 什麼有美的 事情不是說人家想的 很簡單 刷具的話呢 也是大家應該看到 Need的這個 SALONG的 HELLO KITTY聯名款 對 那這一支是 嗯 它沒有寫編號耶 這個刷毛 算還蠻柔軟的 然後它可以這樣 就是剛好在我的眼下 這樣子滾來滾去 加點定妝 用這個 比較大支的 這應該是蜜粉刷吧 它上面都沒有寫型號耶 我以為它上面會有寫型號 定妝會主要就是定在我的T字部位 然後還有 臉頰兩側 但說實話 這個蜜粉 我現在感覺不出個所以然 因為 這個刷毛呢 一樣也是非常的柔軟 就是 在臉上 有一種 心風浮面的感覺 但是蜜粉 我目前 看不出個什麼東西耶 就是 OK 不知道 不知道 底妝畫完呢 要來畫眉毛 前幾天就是跟大家講說 欸不要再磕刻我的眉毛 因為我是一個不會修眉的美妝部落客 其實我會修啦 只是我常常修壞啊 就是 我修壞所以我就要趕快再把它就是養回來 才可以就是 再修出正常的形狀 現在比較好的 現在比較好 那眉毛好像沒有什麼新的產品 我之前蠻愛用 Maybelline的五四道眉筆 可是 它狂斷 然後斷到就是 已經被我用完了 就是它一直斷一直斷一直斷 然後用完了 不是我真的用完 就是它斷到沒有 所以 我就用回我以前很愛用的這個 阿咪咪的 美筆 然後我覺得 就是 它的角色刻畫 太扁平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導演的關係 就是我一直覺得 這次的漫威電影 讓我覺得不像在看漫威之前的電影 或者是說近代漫威的電影 就是因為近代漫威的電影 好我手要動 近代漫威的電影其實 其實它的 不管是在 導演風格 或者是拍攝手法上面呢 都有做一些小突破 假如你有看過 雷神索爾3 或者是星際異攻隊 或者是上一次的 Avengers 你就會發現說它其實找了蠻多 就是 個人風格 很濃烈的導演 來拍漫威的電影 所以就會讓你覺得說 欸英雄片其實沒有那麼無聊 可是這聲音裡面好無聊喔 無聊到我以為我在看影集耶 就是 它完全沒有任何的風格 然後角色也很扁平 就感覺 每個人都只是功能性的角色 然後你身為一個女超人 最重要的應該是 就是你在平凡人的時候 然後 好現在接下來可能會有點爆雷 所以如果你 不想看這趴的話 就是先 嘖 算爆雷嘛 反正也不是算爆雷 反正它就是公式片嘛 就是好小爆 可能小爆 就是你在潛能激發之前 看到那些 就是你以前是 當女生的 正常人的 回憶的時候 它就是用蒙太奇就帶過欸 比如說被男生嘲笑啊 然後就是不能 去玩一些男生玩的玩具啊 或者是什麼 他就是 回憶的蒙太奇 然後他就突然 爆�幅 所以我就覺得阿 蛤 你 你 你怎麼會這樣 就整個 節目裡面 我覺得最無聊的 美國隊長 他都可以拍出說 因為他就是很想為國家付出啊 沒有 然後 以前太瘦小啊 被欺負啊 所以他想要去改造自己的身體啊 那改造完之後 就有一個愛國情... 反正就是他至少 角色是鮮明的 他知道說 我知道說他為什麼會這樣子 但是驚奇隊長完全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I don't know why 等一下我眉毛真的太深了啦 太濃了吧我怎麼回事 OK fine 就當作我今天是那個林正英 OK我知道你們一定都非常想要看這一盤對吧 因為有很多的Youtuber的開架新品 都是做這一盤Maybelline的Lemonade 但是今天我不做 怎麼樣 因為太多人做過了我不想做 我就是這麼的淘氣 所以我今天就是不畫那一盤 但是我要畫這個Mac的櫻花盤 對 就它是一個專櫃沒錯 但是我想說 嗯 因為大家都看過那一盤了 應該不會想看吧 不然就是我這兩盤 看能不能就是搭配出什麼新滋味 因為我也不知道 目前也不知道怎麼畫 那既然要混搭的話 我就先用這個Demonade的這個米黃色做一個打底 沒什麼很簡單 總之呢我就不禁的想說 驚奇隊長會不會就只是 讓大家在復仇者是上映之前 先來個電檔的過過癮 然後告訴你們說 OK這個有一個新的角色會在復仇者是出現喔 然後它是關鍵人物喔 就沒了 但我覺得這樣很沒必要耶 Marvel這部棋 我真的 我看不懂 看不懂它在下什麼 我真的 充滿了問號 充滿了問號 其實櫻花盤它的色 滿大地的耶 然後我今天也是想要畫一個 簡單一點的吧 我今天用這個 第二深的 顏色 上在超過我的眼摺 放了一點點 這盤我覺得顯色度蠻好的耶 就是我這樣輕輕拍上去 它的顏色就蠻深的 但是暈染的能力稍差一點 就是我要這樣子把邊界暈開 其實不是說非常好 而且其實我覺得 如果你不看驚奇隊長 直接去看佛仇者的聯盟是 覺得是OK的耶 它其實沒有什麼 它其實沒有什麼觀點 你可以看到我在暈染這個眼影的 五周上 就是蠻多struggle的 我們再用櫻花盤裡面這個 帶閃的顏色 就是用手指沾取之後呢 直接上在這個 這一個 範圍內 然後稍微用手指把它 暈開一點 反正是上在剛剛 壓深色眼影的地方 然後用手把它們兩個的 邊界就是融合在一起 這個亮片色非常的 非常的深 然後我們再沾取這個櫻花盤 最深的顏色 上在下眼尾 再用上一支刷子把它暈開 然後我想要用這個 Lemonade的打亮色 這個 它是粉紅色底帶金色亮片 然後打亮在我的眼頭 然後沿線膠筆 我要用這個 Maybelline的Line Tattoo Crayon Pen 但其實我覺得沿線膠筆呢 你剛開始測試的時候 真的只能知道它 滑不滑順 好不好畫 可是會不會暈那種 或是持久度啊什麼的 就都要實測之後才可以知道 它的滑順度呢 不是特別滑順 就不是我用過的 眼線膠筆裡面滑順的那種 就真的滑順的那種 是鼓溜鼓溜就過去了 不起不太不受傷害 因為眼睫毛也沒有什麼新的東西 所以我就用之前的 眼線一筆的話呢 就有新產品了 這個是花樣美肌的 零組麗絲滑濃黑眼線一筆 喜氣洋洋款 所以呢 這個好像是我在過年期間收到的 I'm so sorry 它長這個樣子 紅色的包裝 挺有過年期分的 但現在已經 就三月了 KISS ME我覺得他們的眼線 應該不會讓我失望吧 喔 果真 果真沒有耶 就是很好畫 我沒有第二句話 非常好畫 唉唷這個很正耶 前陣子 就是我一直蠻愛用那個 KLIO的眼線一筆 但前陣子用完了 所以我就在想說 要找什麼 要繼續回購嗎 還是要找個替代品 我覺得這一支 就是可以替代它 它的筆頭很細 可是又不會細到 讓你沒辦法 太細的我們也不要 太細的我們也不要 它不僅細 可是又細到可以 讓你去描繪出它那個形狀 因為有時候太細的啊 就會軟軟的 對 又細又軟 這樣很難畫眼線 我們不要 我們不要 就畫完眼線 我們就可以回來 整體的妝容 好 鼻影的話我要用 Palladio的眉粉 然後用 手動這個眼影鋪色刷 來做 鼻影 我錯了 我以為這個可以 就是鬆鬆的 然後去修我的鼻影 但是它是一個 Q彈的毛 它是一個彈力很彈的毛 的刷子耶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 就是它很 它很 它不鬆 也許它就只能 當成眼影刷的用 修容 那個MuraMura的Butter Browser 但我發現那個 L'Oreal的粉底液 會暗沉耶 所以我現在的 有沒有 我現在的臉 是比我的脖子 黃的 雖然你妝感是不錯 但是你暗沉的這一點 我不能接受 而且我剛化妝到現在才經過大概 20分鐘而已吧 還是超過 反正就大概半小時內 你怎麼可以就這樣子暗沉了 你這樣辜負了我的一片真心 腮紅的話 一樣用這個 MAC的打亮 就它其實是打亮 但是 它表面呢 就是有一層很亮的亮粉 然後你好像 就是用過一次之後 那個漸層就會不見 我先沾上面好了 啊 不見了 它真的不見了 它真的不見了 怎麼會這樣 它上面那個真的不見 喔我好痛 我心裡好痛 可是我沒辦法接受 它那個亮粉真的就這樣不見了 它就是 one and only 一整碰刺 我的媽呀 而且它好顯色喔 我現在這邊臉比較 比較粉紅 我捨不得用 最後打亮呢 因為沒有什麼新的產品 我就用這個 Micro的 打亮 最後就是你們最愛的 米唇解唇膏時間 這次也是有很多的唇膏可以試 因為口紅永遠是 初心品出最快最多的一個東西 這次有這個 絕對琴米鏡面唇膏的新色 但那個新色我在蝦皮直播的時候有試過 然後我在IG也有PO過一張 931的顏色 再來是這個 我忘記它的品名了 反正就是保濕型的那一種 然後Himi的霧面唇釉 跟Himi的斷光唇膏新色 就是Himi不知道最近怎麼了 就是瘋狂的出新品 精脆水量唇膏 就是比較保濕的那一種 然後一個色號是05 一個色號是04 那我來擦04 但我覺得這個殼它的 其實有點廉價啦 但是fine 它為什麼聞起來有這種洗潔劑的味道 柑橘類洗潔劑的味道 可以看到它就是 很水透 的那一種唇膏 所以它就是一定會轉印 因為它沒有什麼持久度 發現這一季很多唇膏都是出那個欸 水光感的 那接下來我要試這個 經典斷光唇膏的 顏色 10號 好像不錯 就是 帶一點橘調的 粉色 那它的質地就一樣是 就是半霧面半水光感啊 所以這個還是會掉色 就是 畢竟它還是有點 水光 它有一個09 蠻想試試看的 因為好像是一個土橘色還是怎麼樣 更橘一點的顏色 但它應該跟我今天的眼妝不搭 最後我要來試這個 比較讓我有點期待的 輕吻絲絨唇油 但我不知道 不知道它的顏色長怎樣 它的包裝呢滿美的 就是全霧面的 然後這邊有做一些 嗯 小巧思嗎 但這三個顏色我覺得都偏 橘 先試這個好了 10號唇針 那感覺是最淡的一個顏色 我不知道為什麼相機裡面有一點螢光感 但我看本人是沒有 嗯 好 有一點點 一點點螢光 一點點 一點點 再來疊擦這個 十二深情 在我的唇中 這顏色感覺滿好看的 希望 然後有一點黏黏的 這兩個顏色疊擦蠻好看的 這兩個顏色疊擦是那種 又讓你整體變得很顯白的 牙齒也滿顯白的 那種 粉霧感的唇 就是一開始擦那個淺色的時候 我覺得它螢光感 有一點在鏡頭上非常明顯 可是疊擦那個 疊擦十二之後它就變成一個蠻漂亮的顏色 但我不知道單擦十二會不會好看 帶兩個疊在一起 喔 好美喔 天哪 但是 相機裡面看 沒有那麼討紅 但是 鏡子裡面看是再討紅一點 啊這是什麼啦 這是什麼啦 相機裡面看是比較飽和度低一點 但是本人看呢是 討紅感比較重一點 這個是十號 這個是十二號 就是 嗯 可能十二號單擦OK 可是我覺得十號單擦就是 會有點螢光 然後這兩個就是這樣 mix在一起之後 喔 大家自己感受一下 這個疊在一起之後的感覺 很漂亮 OK所以 我決定就是唇膏就是擦這個樣子 然後 它有一點點黏的 但是不是到非常黏 還可以接受的範圍 就是一點點 一點點黏的 那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希望你們會喜歡 今天好像也沒有 吐槽到太多東西 就是其實今天的東西還算OK 沒有什麼太難用的 除了 遮瑕膏會讓我的眼下刺動 跟這個粉底液 就是蠻暗沉 就是 會暗沉之外 就有點偏黃 GG黃黃的之外 好像 嗯 沒有什麼特別難用的東西 都還蠻好用的 真的說這次開架新品 就是做得蠻好的 希望大家可以繼續努力 不然我不知道我會得罪多少人 那為什麼我現在一頭亂髮呢 就是因為我等一下要去剪頭髮 所以 嗯 對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啦 希望你們會喜歡 如果喜歡的話記得幫我按個喜歡 然後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每個禮拜都會有新的影片 掰掰 Collect嗎 按摩 啊 那 來我們的頻道 多農 個個開心 was 啊 呦